这是我们的垂直水产养殖场 一共有三层楼 第一层跟第二层是养鱼的 第三层是养虾的 现在我就带你们去参观我们的养殖场 这里是本地第一 也是维艺家垂直水产养殖场 这家养殖场原本在60年代只养殖观赏鱼 第二代主管黄伟杰在2006年接手后 花了八年的时间研发 终于在2012年开始养殖食用鱼 而且大量使用高科技仪器 伟杰说从小就跟随父亲到鱼场帮忙 由于厌倦了繁琐的工作 这反而激发他想到利用科技来简化程序 其实采用科技主要是因为 以前我小时候常常要到厂里帮爸爸做这些工作 很早凌晨大概五点多就要到厂内 就要开始到鱼缸里面换水啊抽水 那时候就觉得做的这份工作有一点笨 就一直要站在鱼缸旁边等着抽水换水 后来才想到如果说可以有一些自动化的仪器 帮忙添水啊帮忙抽水啊 可能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转型 就想到用这个科技来代替员工 伟杰有建筑工程的背景 有助于他研发新科技 鱼场所使用的科技是依据日本和欧美的技术改良而成的 鱼缸里的水温 养分和咸度都由后砖系统来控制 此外养殖场利用循环养殖法可以不断的循环水源 过滤之后再使用 另外还有一个管子把鱼输送到不同部门 伟杰的员工进一步解释 在我身后的这个水管是我们运输活鱼所作用的 所以以前在养殖方面 我们通常都是用人工来去捞鱼 还是运输鱼 所以现在我们的厂里面都是用这个机器 专门拿来吸那个鱼进去那个水泵里面 再运输到我们所要达到的地点 就是从池塘到池塘 还是池塘到那个卡车 这样子我们就根本不会碰到那个鱼的身体 也不会给它有那个惊讶的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我们可以减少人员的那方面 以前我们可能要用到六到八名员工 现在我们只需要两名员工 不过转型的过程并不容易 投入数百万元的资金不说 还必须向员工解释转型的必要性 因为在做传统养殖的时候 员工其实是包办了全部的项目 包括包装鱼、抓鱼、衣病 跟清洁工程工作 那在转型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专注把员工的工作 设定在他们专业的sector里面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员工他们还得继续接受培训 有些还得继续接受我们的讲解 让他们理解到为什么我们要他们换 或者是注重他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 随着农粮局宣布新的招标地段 韦杰表示有兴趣投标 扩大规模 目前鱼场的鱼供应给本地餐馆和超市 日后如果产量增加 有望供应给巴沙 不过用科技养殖的鱼 和传统奎龙所养殖的鱼 味道一样吗 以前很多人都认为海鱼 永远是比陆地上养的好吃 因为陆地上养的有一些泥味这些 以现在的技术 其实这一个已经不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因为现在在陆地上养殖的 我们注重的就是环保 就也是以仪器来把他们养殖的环境 做到跟海上的环境一样 所以口感跟味道方面 跟海上养殖的都有的比较 冯尔逊经营中餐馆 购买的鱼主要从马来西亚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 他说以味道而言 从大海捕捉的鱼肉质细嫩 但是这种野生的鱼来源有限 也比较昂贵 至于本地所养殖的鱼 口感未必是最好的 但是胜在新鲜和安全 莫尔逊说 他曾经尝试订购本地养殖的海鲜 但是因为供应量不稳定而作罢 很多时候需要在早上就来的话 很多时候就到了中午才过来 那特别是有一些大宴会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些数量会很多 可能要联系好几天会 每一天都好几十只 加起来可能一两百只 那一两百只的鱼呢 我们需要全部清理好 因为现在也是人工非常缺乏 我们主要跟供应商拿来 都是他们已经去好鱼 零去的肚那种 然后就可以省时省很多用工 但可能这些养殖业者 就没有办法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容量局告诉前线 本地养殖的食用鱼 产量逐年增加 目前占全国食用鱼需求量的10% 距离设下的目标还有5% 学者说 在全球面对气候暖化的情况下 利用科技来提高产量是必要的 美国内有4个大量的时间 然后2048 美国内的空间会被破坏 是可以成为严肚生的 自然比较最好的 它是对的 但违反对其来的 那个冬天的改变 没有花更长短 它完全没有制作 它没有比较多 我们可以成为 鱼或放在水中 或是在野原料中 我们需要有虚com 装弹把所有的改变 本地菜和进口菜味道有什么不同 国人又怎么选